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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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3號 9月3號是這場大會 對外call for proposal 最後一天 然後最後一天很趕 所以就趕快把 我想要講的題目還有 100次左右的簡介 就交給主辦單位 然後那個時候我給主辦單位的題目 是這樣 immutable infrastructure 觀念很實著 不過 事情總有一些 意外狀況 意外狀況就是 就是我簡報筆不會動 想要跟大家稍微 講一下下 就是在準備的過程中我發現 我被安排在第二天 剛好吃飽飯的這一場 然後一定很多人 這個時候瞌睡蟲是非常的旺盛 連我自己都想睡覺 所以我就不敢把 實作這兩個字 不敢把它發揮出來 所以我的題目 應該改成這個樣子 實作只是建議 左手只是輔助 實作只是建議 所以實作的部分 雖然我只有 也不能算實作 你們看到的程式碼 只有兩行程式碼 那其他我都講觀念 那如果你覺得意猶未盡的話 一定會意猶未盡 那後面我 每個投影片後面都有一些 補充資料的連結 然後 等我講完以後 我馬上就會把 東西弄在 share上面 然後會hold在geek裡面 所以不用擔心說 那個 講得太淺 然後你們沒有進一步去 延伸發揮的地方 所以 不過 雖然那個 實作的部分 稍微縮減了一下 可是我簡介裡面 講的這一段話 其實 我有把它都做到了 所以 我會介紹 我會介紹 虛擬化 在雲端的時代 infrastructure 會慢慢的往 immutable這個方向去前進 那我會介紹一下說 在資源和流程 怎麼樣的資源 怎麼樣的流程 充分協助之下 可以讓immutable infrastructure 這種觀念可以落實 可以幫你簡化複雜度 而且會提升穩定性 然後 這一頁我停留30秒的時間 就有手機的趕快拍下來 讓我能夠打字的趕快打 後面有一些 一些小小的禮物 然後這一頁 停在這邊秀給大家看 之前我就 我就順便就念一下詩 背起來好累 人虛之秋 七月寄望 書詞語刻 泛舟 由於赤壁之下 然後再來是什麼咧 清風徐來 水鍋不心 菊酒煮客 送明月之詩 歌窈窕之章 掃煙月出於東 什麼的 好累啊 直接看 直接看現成的東西吧 現成的東西就是這一個 赤壁腹 蘇東波寫的赤壁腹 音樂播不出來 請音控幫忙處理一下 對啊 本來有一段 中國樂的配樂在後面 OK 謝謝師傅 好 那重點不是那一大串 那一大串書法 我修出來是要看 這個地方 蘇東波講的 自其變則而觀之則而 天地真不能以儀順 自其不變則而觀之則 誤於我皆無盡語 蘇東波講的這段話 跟我今天講的主題 算是有呼應 然後他一兩千年前就 沒有到兩千 一千年前大概就已經 知道這個觀念 他那句話 重點在變 不變 這個字 mutable就是變化 immutable就是不變 不變化 那這個跟我們這次的演講 這次的演講 其實我大部分都鎖定在 變和不變 這兩個議題 那 剛剛這文言文比較難懂 那如果用白話文來講的話 從變化的這個層面來看 世間萬物每個時刻 每個轉瞬間都在變化 這是蘇東波剛剛講的第一句話的意思 那 講變化其實從物理學來說 變化就是一個entropy entropy entropy這個觀念 現在我用一段影片來解釋 不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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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説世界萬物都會有一個物理大隻 但是還有一段時間在工作 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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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 我們可以建造 很瘋狂的架子 但我們所有的東西 都會有一個物理大隻 都會有一個物理大隻 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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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 非常難 我們所有的事情 都會有一個物理大隻 那他女兒 現在已經有一個物理大隻 在地上 我意思是 那他也會有一個物理大隻 為何會發生 為什麼會發生 為什麼會發生 我們不想看 我們不想看一遍 為何我們不想看一遍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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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說 萬物都會慢慢地 毀壞 然後 當然 我夢想說 毀壞的東西可以 時光 倒流 可是這 並不是物理的法則 所以 為什麼 世界上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物理學家就歸納出一個東西 叫做 entropy entropy 是從熱力學第二定律來講 他是說 一個封閉的系統 封閉的系統就是 你沒有外力去干預它 一個封閉的系統 如果沒有外力去干預它的話 它裡面的亂度 混亂程度 是一直增加的 然後 如果 再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entropy量的是一個能量退化 耗散 或是稀釋的程度 使它做工的能耐變少 那這個entropy這個東西 就是世界上每個東西 如果你不去干預它 它慢慢的就會往毀壞 散意 雜亂程度增加那個情況 往那邊去發展 這是物理學上面講 entropy的意思 那 我們知道我們人體 每天其實都慢慢的往衰老 那個方向前進 那人體 如果你都不吃不喝的話 你可能毀壞會更快 那我們就會想說 為什麼我們人體不會那麼快的就毀壞呢 因為我們人體會有一些機制 幫我們把一些毀壞的細胞處理掉 可是同時我們還會增加新的細胞起來 所以舊的走了 新的長 舊的走了 新的補上 所以人體因為用這樣的機制 讓我們整個人體 大體來看 整體來看不會毀壞 雖然裡面的小分子小細胞 隨時都有死掉的細胞 隨時都有長出來的細胞 所以這是人體 用來對抗entropy的一個機制 然後這個對抗entropy的機制 其實以前都學過 就是所謂的有思分裂 那今天這一小段我們要先來討論 有思分裂的部分 這個有思分裂我再說一次 就是為了產生其他的體細胞 為了產生體細胞 那比如說呢 像是我們從受精卵呢 不斷地分裂分裂分裂 然後一直到你現在的這個大小 那或者是說呢 你的皮膚受傷了 要長期的新的皮膚細胞呢 它進行的呢 都是這種一分為二 一分為二 一個細胞分裂成兩個細胞 的這種有思分裂 那細胞呢 通常我們可以因著它的分裂 我們可以把細胞看一個周期 那它的周期呢 從分裂之後開始 就是先有一個生長期 可以來畫畫看 就有思分裂 我們身體 用有思分裂這個機制 讓我們從一個細胞 變兩個細胞 變四個細胞 變八個細胞 所以呢我們大概就可以把呢 整個細胞分裂的過程呢 用這個簡圖來描述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cycle 裡面的重要的名詞 這個周期裡面的重要的名詞呢 再跟大家呈現一遍 那現在呢 鼓勵大家練習自己畫看看這個圖喔 原來這一段是六分鐘 所以我把它快轉 所以生物體隨時隨地 都有一些舊的細胞 然後會經過人體的機制把它處理掉 然後同時也會用有思分裂這樣的機制 產生新的細胞來劈組上去 這樣子就能在 Entropy這個大物理法則之下 還能夠維持我們人體 不會整個衰老 毀壞得太快 所以這是人體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宏觀調控的一個機制在裡面 那可是有些人 這個宏觀調控的機制失效了 譬如說像白血病就是一個例子 如果白血病的人 他沒辦法製造出好的新細胞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可能要用醫學的方法去 一個外力介入 他才不會那麼快的整個毀壞掉 所以醫學技術在這邊就是 幫我們 把人體這種自動的太舊換新的機制 幫他加一把劑 這樣子 我們那個壞掉的細胞 才不會讓我們整個人死掉 而是由新的幹細胞 疾代血骨髓 幫我們產生新的細胞出來 新的優良細胞出來 好 那我重複一下剛剛講的事情 剛剛講的事情是 就是萬物都會 因為物理髮子 entropy 導致萬物都會從 有秩序 往無秩序的那個方向去發展 那生物體為了要避免這樣子的現象發生 所以生物體發展一套機制 那機制是這樣子的 就是首先會有一個DNA染色體 當作我的細胞的一個工廠 細胞的一個母體 接下來我們身體會透過 透過增長 增生 有失分裂的方式 從這個母體 把新的好的東西 把它複製起來 克隆起來 克隆出來 之後我們 細胞一樣的 會有一些機制 去把死掉的細胞 把它分解掉 分解成更小的蛋白質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所以儘管有些細胞死掉了 或是我們受傷了 然後我們身體還是會有這個機制 讓我們產生新的細胞起來 把我們的 有些壞掉的組織可以補上去補上去 那我們人體 他整個是用一套 調控回路去搞定 剛剛講的這些步驟 那如果這個是我們身體面對entropy 所採取的四個大的階段 那電腦界其實也是很像 在電腦界其實也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法則在那邊 因為電腦也是世界的一個成分 那電腦其實也是沒辦法避免entropy 所以你的電腦如果 我站在這裡好了 簡報器好像有問題 我們電腦其實也是在物理界 所以電腦一樣的 如果你的電腦擺在那邊 然後不去碰它 就讓你的Server一直擺在那個地方 過了一天兩天三天四天 搞不好有一天 你就會看到一個藍螢幕 如果你的手機一樣的 你手機每天就是 可能就充電啊打電話啊 安裝軟體解除軟體等等 有時候你的手機或許也會 稍微當機了一下下 導致你一定要去reboot它 它來更恢復正常 所以電腦電子設備等等 其實也有這種entropy的現象 那因為有這種entropy現象 所以讓我們覺得說 如果有一台電腦 它居然可以 三年都不用重開機 我們就會覺得 哇這個電腦 這個Server寫的真棒 像HAProxy他們在官方網站 就宣稱說 他們有一台電腦 三年都沒有重新開機 唯一一次開機 是為了要更新它的作業系統 那我們想想看說 雖然有這樣子的先例存在 可是我們要花多少代價 才能讓一個電腦三年不開機 還能夠好好的服務 這麼多的page view 那在電腦界其實 這個東西是非常難辦到 因為要花工夫真的很大 那如果沒辦法很好的去處理這樣事情 我們可以從生物界 當然講的那四個階段 來借用它那樣子的機制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講的 immutable infrastructure 就是借用生物界所發展那一套機制 來幫我們處理電腦系統 會一直混亂 狀態一直變 dirty 然後導致你要重開機等等等等 所以我們immutable infrastructure 主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用不變的東西去設法 把變動的東西 摔壞的東西把它解決掉 所以這就是immutable的概念 那immutable這個概念 其實在電腦軟體界 其實在很多次領域都有發現到 immutable這樣子的觀念是很好用的 譬如說像稍早Walter他講scholar 有講過functional programming 都很講就immutable immutability 這樣子可以讓我們程式會比較穩健 譬如說像今天唯一秀出的兩行程式 像Java 我們知道說Java有 the string有two lowercase 或是uppercase 或是等等的string operation 像這樣子的一個string operation 他做了這個動作以後 我們再印 他有一個string叫abc大型 然後他現在呼叫一個s.to lowercase 這行執行完了以後 大家知不知道s 現在的內容會是什麼 會是大型還是小型 有寫過 有比較認真寫過Java的 才答得出來 其實這個東西 s.to lowercase 他不會把s的內容變成小型 他而是return一個新的new object 新的那個string的那個object裡面 才是小寫的abc 那這個叫做immutable object的觀念 那這個觀念其實在Java 比較新的library 很多都改用這樣子的方法 因為這樣子的方法 讓你程式比較容易理解 容易理解 容易就容易把它做得更好 就不容易有一些潛在的bug 而且它本質上也是threadsafe 然後在這個 在現在 現代這種concurrent的環境底下 threadsafe5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feature 所以在程式語言 程式的library層次 已經有人知道說immutable 是一個很好的性質 那麼 aggression領域也是一樣 如果你們寫quick sort merge sort merge sort show sort等等 其中merge sort 我們以前學過的合併排序 A 我們把A這個陣列 跟B這個陣列 用一個merge sort去排序以後 原來A陣列裡面的內容 不會變 B陣列內容不會變 變的是 它新產生一個新的大大的array 那這種東西叫做 out of space的sorting 那有人就問說 那merge sort如果要in spacesorting 好不好做 那你可以看 在overflow有人已經提說 非常複雜 連clinus的大師都 都覺得那是比較 很複雜的東西 而且很難實作得很好 所以演算法領域也告訴我們說 immutable的東西 會比mutable更容易設計 database也是一樣 那平常我們可能 database想要改一些schema 或是想把 就一坨database裡面可能 update add delete update add delete 一直弄來弄去 導致整個index structure 已經fragment 就是已經破碎狀態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想要對它做一些處理的話 常見的一個做法就是 你新開一個新的table 然後把舊的table裡面的東西 再select出來 然後再insert到新的table裡面 所以這樣子 也是一種immutable的概念 我們不要去碰原來資料庫 原來table裡面的東西 我們寧可另外新生一個全新的table 然後再把舊的東西 把它按照我們想要的邏輯把它搬過來 所以database領域也是有這樣子的東西 immutable會比mutable的東西更好處理 application領域也是一樣 那這位老兄 他是Ruby on Rails的發明人 他寫過一堆書 那他在今年某一場演講 有提到一個觀念是說 永恆的軟體是錯誤的 因為你不要 你不要期望說你的軟體寫好了 擺在那邊 它永遠不會變 因為萬物是往摔壞的方向前進 所以他有一個很好的比喻 如果你的軟體1.0版 你的軟體1.0版是在做一張桌子 他覺得說你2.0版 你不要期望 你不要企圖 你不要笑聲 把一個1.0版的桌子 悄悄打打 鋸來鋸去 釘來釘去 把它改版成一個椅子 他覺得說 如果你想要做漂亮的椅子 你乾脆重新打造一個椅子就好 你不要從舊的桌子去 趕來趕去 改成一個新的椅子 所以這個是Rails那個發明人 他對軟體重構 砍掉重練的看法 所以application領域也是很immutable 就是你想要有新的東西 寧可另外造一個全新的東西 而不要從 也不要在舊的東西在上面 貼貼的敲敲打打 呼呼蹦蹦 縫縫補補 所以剛剛講的是 在電腦領域從 程式語言 library 到演算法 到databank 到application 這幾個電腦的領域 都發現immutable 這樣子的好處 那麼我們的infrastructure 也是一樣 infrastructure如果也導入immutable 這個觀念的話 會讓我們整個系統 會比較容易把它做好 做穩健 那這個是Java的場子 我們就想 又來提一個問題 這個剛好在早上 Gitter也有人在討論一些 我新的程式要deploy到server上 我該怎麼做 那有些人講說 tomcat有一個 parallel deployment 那個東西 所以那個東西骨子裡 其實都是從Java的HotSwap 那種機制延伸出來的 那我們就看看說 Java裡面的HotSwap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 以前我比較少碰這個主題 所以我就打開電腦 上Safari Online那邊 打關鍵字 就是我真的是這樣做的 Safari Online 因為我有三個月免費額度 Online 然後打HotSwap Java 然後就丟給我幾個網頁 第一頁是 從tomcat6這本書裡面 有一段話講說 zdk1.4就有HotSwap 不過它裡面文字講說 有缺點有缺點有缺點 然後另外一本書 OSGI那本書 它裡面也有講 Java有HotSwap Jrebo有做這樣的東西 然後當然裡面又講說 有缺點有缺點有缺點 後來 因為這本書是OSGI嘛 所以當然主角是OSGI OSGI有HotSwap 然後 有缺點有缺點有缺點 缺點細節我就不贅述 各位 稍後再看頭影片 所以我想說 順便問一下在場 有多少人真正 用過Java的HotSwap 不管是你自己做的 還是用tomcat 還是用jboss等等 真正有用HotSwap的機制 是來deploy你們系統的 可不可以揮一下手 至少有吧 對不對 都在Git上面講 只有兩位 那其他人 知不知道Java有HotSwap這個東西 知道的 就算沒有用也沒關係 知道的 OK 好 謝謝 所以那大概不會有太多反駁我的意見 因為知道的人 用過的人很少 這位 Posta 他是在Red Hat裡面任職 然後他 曾經貢獻過幾個open source的專案 Apache FMQ Apache Camel 然後 等等等等 所以他對於Java HotSwap的機制 我想講的應該會比我更有說服力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用HotSwap 然後這位他有用過 所以我們看看他怎麼說 他在這篇文章裡面講到說 Don't HotSwap Don't Redeploy Migrate Your Java Service In Production At Long Time 專家這麼說 就是 如果你重複的在你一個 Live 的Production 系統 一直 Un-Deploy Deploy Un-Deploy 你可以壓力測試一下 看多久你的 那個系統會 會Crash掉 所以他是說 如果你想在Java環境底下 你要想要做這種 Deploy 新的東西上去的話 他建議說 你盡量不要仰賴 HotSwap Re-Deploy這種機制 他建議你 你應該從 整個 流程 Delivery Pype-9 Automation Testing 從那個環節去處理 而不要太仰賴Java 這種HotSwap的機制 所以 Infrastructure 其實跟 我們剛剛講的 生命的那個 整個 循環其實很像 我們覺得說 用 Immutable 這個觀念去處理 我們軟體的 Deploy 會是一個 比較好的方法 好 那我接下來就 具體的講一下說 到底 Immutable Infrastructure 到底是 什麼東西 那我 我引述 一位 Ducker大神 他在 某一場演講 給 Immutable Infrastructure 下的一個定義 他的定義是說 如果你想要做 Immutable Infrastructure 的話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每次你更改了程式 然後這個東西 最好你都 重新生產一個新的 Image 然後之後你再用這個 整個Image 去Deploy上去 所以他 對於 Immutable Infrastructure 的定義是這樣子 然後不要 企圖去改變 這個執行中的Image 所以這是Immutable Infrastructure 的一個定義 那為什麼 我們需要用 Immutable Infrastructure 它的好處是 第一 它可以簡化你的 Change Management 傳統上我們 一個已經在跑的 一個主機 我們想要 把它更新 一個新的版本 我們傳統上 可能是就地 變更 你可能會用一些 Maven Ant Gradle 就是Type Channel 或是一些 Chef Puppet 那種東西 去就地 去更改那台 機器裡面的 軟體配置等等 不過這個方法其實 有真正認真寫過 這種 主態管理 Deploy 細節的人 真正認真寫過的人 舉下手好不好 英國人圈還在嗎 所以 如果你有認真寫過 你會知道 裡面很多細節 是很dirty 很麻煩 要達到 Adempotent 也是很複雜的 所以如果你 用一個 Immutable Infrastructure 來 Deploy你的新的系統 其實它會簡化很多 簡單很多 然後它也可以 強制讓你的 環境是完全一致 然後可以讓你在 整個系統 用一個比較高層次 來看你的系統 而不只是在一堆 JAR WAR ZIP MSI 這個比較低層次 來看你的系統 所以Immutable Infrastructure 是一個從比較高的層次 來處理你的系統 那會簡化很多事情 可是有些時候 不太適合用 Immutable Infrastructure 的手段去做 當我們 有時候如果你發現說 買一個新的 重新做一個新的椅子 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的木頭的物料不夠 我就只有 我的金錢 只有一點點額度 我不夠買一堆 新的木頭 來去做椅子 那這個時候 你可能只有忍痛 好吧 我原來桌子 我鋸掉一部分 再拼啊拼 拼啊拼 把它拼成椅子 所以有些時候 你想要再 重新做一個新的東西 有時候 你會覺得那個代價太高了 像那個情況 可能就不適合用 Immutable Infrastructure 然後第二個是 要導入Immutable Infra 它對於你的DevUp的一個流程 有很高的要求 所以如果你本來系統 沒有很好的 的Deployment Pipeline的話 那麼 要導入這個東西 大概也很辛苦 所以Immutable Infrastructure 它不適用的地方 大概就這兩個 一個是 如果Cost太高的話 你可能又不適用 第二個 如果你的整個流程 不夠暢通的話 也不適用 所以這個是 電腦界一樣的 會有這種Entropy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借用 生物界 已經有的這個母體 從一個母體 可弄出新的 新的Instance 然後再把舊的Instance 把它下架 然後整個東西 用自動化的手段 去把這個整個流程 暢通起來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就是Immutable Infra 要做的事情 好 那接下來就 更具體的一個一個講 每個個別環節 該怎麼做 第一 母體 母體以細胞來說 就是DNA嘛 就是一個最原始 最正確的一個 一個模板母片 那在電腦界來說 就是這個母體 本身就是一個 就是Image 然後用這個母體 來做事情 有時候 你可以看到有些文獻 把這樣子的母體 叫做Golden Image 黃金印象檔 或者叫做Phoenix Server Phoenix就是鳳凰 鳳凰這種動物就是 浴火重生 就是燒掉了 它又會從火裡面再生出來 所以有些人把這樣子的機制 這樣子的Server角色 把它叫做Phoenix Server 所以以後你看到 這兩個名詞 你就知道他們背後講的是 同一件事情 就是在講 Immutable Infra 這樣的事情 在電腦界來說 這個母體可能有三種 最常見的形式 第一種形式 是用Virtual Machine的Image 第二種形式 是用Container Image 第三種 最近比較 稍微火紅一點的 新的題材 叫做Unikernal Image 接下來就分別講 這三個種類的Image 它到底是怎麼回事 Virtual Machine Image 它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有一個 新的程式 新的版本 要上AWS 然後用Immutable Infra的機制 它就會這樣子做 就是首先你先 在AWS 先開一個新的 全新的一個 Instance起來 然後之後再把 你想要灌的新版的軟體 部署上去 部署完以後 你就叫AWS 把這個Instance 把它Snapshot Create Image 變成一個新的AMI 所以這個時候 那個AMI檔案 就是你系統裡面 新的母體 然後之後你想要 要 產生新的 Running的Instance 你就從這個 AMI檔案 去一直產生新的Instance 新的Instance 所以在AWS裡面 可以這樣做 那當然 剛剛講的是用 你會被特定的 Service Provider 所綁定 所以有些人不喜歡 被特定的服務商綁定 他想要有 隨時可以切換到 Google Azure OpenStack 他想要有這種彈性的話 可能就會採用 下面這些工具 Ansible 或是Pack 或是Auto 這樣子的工具 所以用這種工具 你就可以 就可以用一套 同樣的機制 去Apply到 AWS 或是Google Azure 或是OpenStack 等等 這樣子你就 不容易被特定的 的供應商所綁定住 第二個 Container Image Container當然就是Docker 那這個 Docker講太多 我有點不想講 所以你們就知道說 反正Docker 他會用Command 9 用Docker Build 就可以產生一個 新的Mine Image 然後 甚至他可以跟Docker Hub 整個串聯起來等等 所以這是Docker 他也有Image 這樣子的東西 第三個是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就稍微講多一點點 Uni Kernel Uni Kernel Image 這個東西 他是從 他是對現有的 Virtual Machine 技術 對現有的 Container技術 做的一個 更 比較激進的一個改良 那我這邊 用幾張圖來解釋一下 傳統的Virtual Machine 我們做的Image 會是這個 出色 出的這個黑的實現 包起來這一塊 他把作業系統 Runtime Application 這個東西整個打包起來 這個是Virtual Machine的Image 然後Docker 他講的就是說 我不要把下面這個 Uploading System 不要把它打包 我只打包 這個層次以上的東西 所以這是Docker 所做的事情 他打包的東西 比較少 所以比較輕量化 可是Docker這樣做 又會導致說 每個Docker的Container Running的Container 它會共用 同樣的作業系統 底下的東西 所以資安問題 可能是很多人 不敢碰Docker 不敢把Docker 導入production環境 其中一個考量 就是說Docker 它的實體的保護機制 不夠好 所以有些人就 又撒牛丸 把Virtual Machine好處 跟Docker好處 combine在一起 就產生了這樣子的做法 Container per VM 每次你要執行一個新的Container 它就跑一個新的VM 然後在VM上面再跑Container 你覺得說這是脫褲子放屁 其實不然 因為這樣子的OS 是一個非常精簡化的OS 然後一個例子是Hyper 這是大陸人寫的 然後你可以到它的網站看看說 它讓你既有Container 這種快速部署的好處 又有作業系統這種高度的封裝性 隔離性的好處 所以這算是把兩個東西混在一起 有些人對這個仍然不滿意 他覺得這個東西還是太肥了 這個東西還是太肥了 所以新的東西叫Unikernal Unikernal就是再把這個東西再說小話 所以它變成說你application 再把這個東西抽一點過來 抽一點過來 最後再打包成一個這樣子的image 這個image本身是一個Virtual Machine Image 只不過這個Virtual Machine Image 它少了那一坨東西 那一坨東西 那一坨東西 少了很多很肥很肥的東西 所以這個一個具體的例子就是boxfew 那boxfew指它的基本的觀念就是 它只把必要的東西抓進來 那其他不必要的東西它就會留在原地 所以它的做法是它把作業系統本身也把它當library 什麼意思 library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平常可能電腦上有擺很多apache的comments 一大堆ab6 什麼login啊 什麼decoder啊 什麼lag 什麼一大堆library library的好處就是 你要用的時候只抽其中的某一塊 某一塊 某一塊 選擇性的抽出你要的 這個是library的基本的作用 然後它把作業系統也看成library 所以這代表說我們作業系統可能有200Mb 300Mb 400Mb的東西 用這個技術打包的時候 它不會把200Mb 300Mb 通通包進來 它只抽取200Mb裡面的某一個 某一個我要的 某一個我要的 單獨的抽取出來 然後再把它打包成最後那樣子的一個Virtual Machine 跑起來 所以這個東西它有Virtual Machine的好處 高度隔離性 又沒有傳統的Virtual Machine那個肥大的那個缺點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比較激進的做法 那如果你去網路上搜尋Unikernal 你會看到很多很多廠商 其實應該七家廠商吧 其中有一家Mirage OS 那個是Zen XEN 這個在Hypervisor領域非常走在很前面的一家公司 的一個組織 它也有出這樣的Unikernal的產品 然後因為現在是Java的廠次 所以我不能講太多非Java的東西 所以我選擇Boxfuse這個產品來解釋一下 Welcome to Boxfuse in 3 minutes 3 minutes 3 minutes 我們看得很快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我們做一個做法 這麼做的 只會認真 半個一個供能 我們把中間輸入 或者其他主要成功 可能要做哪些管理性 閃對個系統 我們做成功了 或者其他主要功能 它打包的东西可以在 可以在VirtualBox 这个让你在研发的时候 测试的时候很方便 打包的东西也可以丢到Amazon 变成一个新的AMI档案 刚刚影片后来都是它操作 怎么样在一分钟以内 就把现有的一个JAR档 透过它的工具 打包成一个AMI image 丢到AMI 然后马上就可以在AMI启动 它刚后面示范也是那样子的流程 不过因为打字的东西 你们后面一定看不到 所以我就跳过去了 之后你们再看头影片 再到它的官方网站 就有一个三分钟这个影片 你们再慢慢地看 所以DuxFuze 这个对Java的developer来说 好处是 它可以支援你的Java的程式 或是Tomcat Tom1 或是Play DropWizard Springfoot 这几个东西都可以用DuxFuze 这个工具 把它一键就打包成一个AMI档案 所以这个 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蛮暴力 可是又 如果运作得好的话 这也是蛮吸引人的一个手法 所以这个我就觉得 各位之后可以好好去试试看 这个东西 这种 Unikernal的机制 在这一两年应该会 很多厂商会努力地去往这个方向前进 所以刚刚是讲母体 有各种 Image的母体 不管是Virtual Machine的母体 还是Container的母体 还是Unikernal的母体 打包起来以后 接下来下一步 我们要从这个母体把它 产生新的Instance 让我们使用 所以产生新的Instance 这个就 没话讲 这个就是 就一行指令 不过产生新的Instance 不是每个地方 都能够让你很快地 就从一个Image 就产生新的Instance Google的Compute Engine 大概一分钟以内 你的新的Instance 一定就产生出来 Amazon可能慢一点点 然后现场的某一个赞助厂商 那就更慢了一点点 所以你要看 那如果你是用OpenStack 或是VMware 那或许有其他的速度等等 所以要不要用 Immutable Infra 要不要用 从母体 增生新的Instance 要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 部署你的Application 这有现实的考量 你要看看说 这个环节 它的Cost大不大 那如果这个环节 Cost太大了 那或许你跟这个技术 就比较没有缘分 产生出来新的Instance以后 我们要让新的Instance 可以替换掉旧的Instance 因为一个主机跑久了 就算我没有新的Application 没有新的版本要Deploy 旧的程式在那边跑个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搞不好也都坏掉了 所以你要有一个新的方法 把它淘汰掉 用一个新的东西把它取代掉 所以替换的方法 其实就是在讲Deployment 那Deployment 这也是 你够不够格探讨 Immutable Infra的另外一个前提 就是你自己的DevUp的 那个Tool Trend流程 有没有够畅通 如果本来那个流程 就很畅通的话 你要做这个新的Instance 把它Deploy到 取代掉现有的Instance 那个步骤你应该就非常熟练 所以那种步骤通常会有 Rolling Upgrade 或是Blue Green Deployment 或者Canary Deployment 有这些机制 那这些机制 没办法在现在讲太清楚 请大家回去 这个经典著作 Continuous Delivery 可以看一看 它对这三种 比较Fancy的Deployment的机制 都有很详细的介绍 那如果看书 觉得书本太严简意该的话 Safari All Night有一个 四小时半的 Training的Video 很好用 我整个看过了 我觉得收获蛮大的 在此不是替他们做广告 因为我真的三个月的 试用额度 我受惠良多 所以我再秀出来 推荐给大家 我没有说它会带员费 其实如果你想要做 很好的这种Deployment 其实换到Docker环境 会方便非常多 这是良心的建议 不过 现在这个场次 不适合讲太多Docker 所以 大家知道说 用Docker Kubernetes或是Message 来搞这种Deployment 它Rolling Update的东西 自动帮你搞定 然后新的Instance 要增生 要替换这个 它的机制都帮你搞定 所以用Docker 可以减少你很多 自己手工刻 那些Deployment的 整个环节 会容易得很多 最后自动化 刚刚讲的那些环节 如果每个环节 都要我们手动的去 驱动那些 Image 然后Clone Replace 手动的去做这些事情 会累死人 所以通常我们要 有一个自动化的机制 把刚刚的环节 整个串联起来 这个就是DevOps的功夫 你可以选择用 自己的手法去 刻你的整个workflow 或者是你可以借用一些好工具 像昨天那个 高效率爬虫包那位先生 他讲说 Jenkins是地表上 最强的排程工具 而且还免钱 还不用付费 所以 用Jenkins可以帮你做很多 很方便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个流程 自动trigger到下一个stage 到下一个stage 那如果你不想要用 Jenkins还要手工的刻 某些小环节的话 那如果你是Amazon用户 你是Google用户 你是Soft Layer用户 你可以用 他们已经有了这种 Deploy的机制 这样子也可以把刚刚那几个环节 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把它串起来 那如果你不想要被那个platform 绑住的话 你可以用Ansible 那你可以用Travis CI Circo CI 甚至你可以用HashCorp 它新推出的一个服务 Appless 那用这些东西都可以帮你 把那些环节串联的东西 帮你尽量的做到 把一些琐碎的东西把它藏在背后 所以如果你想要 试着去导入这种自动化的 Deploy的机制的话 可以考虑用这些东西来做 好 所以最后 总一个总回顾 热力学第二地律说 万物都会慢慢的Decade Float apart 覆水难收 花瓶破了就收不回来等等 万物会趋向最大乱度 电脑摆着 不去做有效的处置 它会慢慢的 记忆体会变脏 会Dirty Memory会Fragment 然后状态会坏掉等等 然后不小心可能就要 重开机才能了事 所以万物都会 受到Entropy 这样的大自然法则所限制 所以万物都会慢慢的 往毁坏的方向前进 那这个就是万物会一直 变啊变啊变啊变 天地真不能夷顺 那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生物体有一个 已经有的机制来解决 这种毁坏的这种倾向 它会好好保护我们的母体 然后从母体 透过有失分裂 产生新的优良细胞 然后从产生新的优良细胞以后 用这两个机制把坏的细胞 把它分解掉变成蛋白质 然后之后再去做运用 或是排泄出去等等 然后这个东西 在整个生物体 有一个调控的feedback 会把这几个东西 把它整个串联起来 这是生物界已经有的机制 那电脑界一样的 会有一个母体 要你好好保护好的一个母体 image 然后我们透过生生 create a new instance 生出一个完全健康的新的instance 跑到那边 然后之后再透过 deployment的机制 把旧的把它roll out 把新的把它摆进来 然后前面可能会挡一些 low balance的东西 让你把旧的拔掉 而仍然可以维持zero downtime 然后重点是这几个东西 要用DevOps的手段 把它整个串联起来 这样子你才会有很 才可以享受到 immutable infrastructure的好处 所以虽然大自然法则 告诉我们说 自其变质的官司 天地真不能以一顺 可是如果你用 immutable infra的机制去 好好的处理你的系统 就可以达到你的东西 是一个不变的状态 而且随时都会有一个 很新的很干净的 新的状态在那边 OK 然后最后 还是秀出来这个网址 所以有一个神秘的小礼物 所以就欢迎大家上去看 然后上面有问卷 所以你对我讲的东西 有任何指教 就欢迎在那个网址里面 提出你的问题 谢谢